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一開始先恭喜 我們所有的家族成員 以及那麼願意支持 我們指揮官家族的所有朋友 今天非常非常的亮眼 我們跟各位所預告的 包含了航運股 包含了中小型電子股的軋空 各位看一下 上個禮拜五 我相信全市場沒有人敢用這個標題 你可以把我們的錄影帶調出來看 這是上個禮拜五的標題 我說散裝航運 直接給你用兩個字形容 包牌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當然BDI指數創新高 我當然跟你講包牌了 甚至包含了長龍萬海 沒有人再跟各位提起了 我又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 現在就是要大漲的時候了 甚至中小型電子股 軋空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中小型電子股軋空 到目前為止還在軋空 哪怕你認識你知道的美其馬還在軋空 就寫在這裡了 看到沒有 從8月18號開始我就跟你說 這些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 中小型電子股 漢類在這裡 看到沒有 散裝航運 中小型電子股 融券增加排行幹嘛 要軋空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該說的今天一句話全部講完 做對的老師一句話 甚至你只要把行情抓起來 重播都知道答案了 我就直接告訴你 重播都知道答案了 我連標題都不換沒關係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當然會有一點點激動 為什麼你說有一點激動 因為我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人 對這個行情充滿了疑惑 特別是很多朋友 我真的必須要講 你看不懂那是應該的 因為你叫做散戶 你看不懂你是應該的 因為你叫做觀眾 你叫做顧客 但是我們作為分析師的人 我們作為在這個市場上面 專門跟各位看轉折的人 看到這件事情 有的人跟你講說 不得了外資大賣496億 當時我怎麼跟你講 我說這會賣在地板 我跟你講說 融資余額只剩下29億退場 甚至外資賣出來的股票 還記不記得 等一下我們幫各位來做回顧 因為我每一集都有標題 我說外資賣出去的股票 是在壓期貨指數 跟這個中小型跟航運股 完全沒關係 這叫做洗盤 行情在悲觀開始 我相信這張報紙你一定看過 我也相信有很多分析師 拿著這張報紙 跟你講說這個行情已經轉空 我相信很多人賣在地板 甚至還反手放空在地板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認為這樣的一個資訊 價值多少錢 我認為不要說今天的輸贏 光是上面賣下來 下面彈上來的 各位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行情沒有所謂多空的問題 只有看不看得懂轉折的問題 行情沒有說這個行情 能做不能做的問題 只有你找對人跟找錯人 幫你操作的問題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跟你講 萬海我要在這邊放空 我是不是跟你講萬海開始 甚至航運股 我要在這邊翻多 尤其我還拿了2603的長榮 用一個最簡單的數字告訴你 我說233除以2剛好116.5 那光拿這個轉折來證明之後 順便還跟你講說 這一次散裝航運比較強 這一次的散裝航運 很像1月份的貨櫃航運 因為散裝航運有很多的股票 有很多的股票 在6月份的時候 才告訴你說 我現在賺錢了 看到沒有 6月份EPS0.6元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這種新聞你把它改成什麼 陽明海運1月EPS多少錢 就是這個答案了 所以我跟你講我散裝上個禮拜 從中航台航來來來來 中航各位啊 今天你應該看到是個最驚訝的節目嘛 第一個跟你講中航台航啊 後來跟你講四維航 鄭德 智信 全部掌領板 那在這個更早 我就通通跟你承認 都沒問題啊 這些我都跟我會員朋友講說 你有海運股的你通通來找我 我幫你反敗為勝 賺多少算多少 甚至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海運又重新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假如你有經濟成長率觀念的話 那麼經濟成長率好 海運股就會好 那麼到第四季 那麼各位看到這個5.88 講的是第四季 在今年年初是5 所以到了年底是5.88 那麼換句話說今年都在5跟5.88之間 那個送的貨不會少 貨運價格都不會少 所以散裝航運最跟景氣有相關 這個時候呢 這就要遛狗理論 張張張張漲漲漲太多了 當然要修正乖禮了 那疊疊疊疊太多了 就要漲上來啊 偏偏呢 你在這個地方用力的做多 有很多看不懂轉折 我還是跟你強調 看轉折是分析師一定要懂的事 那麼有很多人到了353塊錢 看不懂轉折 用力叫你做多 到了疊到下面的時候 疊到199塊 用力叫你做空 對不起 黃靖哲老師剛好一直跟你強調 等一下我們就跟各位來講 這個時間點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跟各位複習了 整整接近11支停板 整整一來一回11支停板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句話你還在好好地想一想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只有看不懂轉折的人 是因為你找到了看不懂轉折的人 你會說老師今天有好多老師 第一個今天還在講空的 我實在是拜託你一下好不好 期貨指數先看期貨指數好了 期貨指數各位知道漲了多少嗎 漲了494塊要500點 大盤呢漲了也快400點 大盤漲了快400點 這種漲法連台積電 我跟你講的台積電說送給你了 550塊我還直接點名位置了 都漲上來還要談嗎 你有沒有發覺這次做錯的人 是第一個在7月份的時候 該放空不放空的人 那麼到了8月中要開始做多他又不做多啊 行情多空多變啊 找不懂的人代盤 自己是兩邊扒耳光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空了幾支 空了8支下來又做多3支上去啊 這才叫做操作 這裡沒有時間跟你算 等一下我們來算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我們來回顧一下下 請問我哪一天跟你講BDI指數創新高了 是8月18號就BDI指數創新高了 我是不是就跟你講說我中行就開動了 我中行就已經開動了 既然BDI指數來到3600 注意喔3694點 那當然了BDI就是這裡面最重要的股票了 對不對 台航也開動了對不對 台航也開動了 這都是18號開動的 台航在這裡 今天實在太多 不要怎麼翻啊 然後呢 中行又再次漲停了 空單還跟你講說增加了1600多張 然後呢 今天你看到了中行是漲停 台航又再漲停 今天你看到BDI指數 再創新高來到多少 剛才你看到 來攝影師這個可能有點麻煩 我忘記把它放大 412看到沒有 這裡多少 3675 來攝影師可不可以上下兩個對在一起 剛好 你看到BDI指數創新高 難道各位沒有想到說 這裡面呢就真的必須要開始了 各位看到沒有 中行的時候 我是8月18號就開始跟你講說要做多了啊 各位看到沒有 我可以跟你講空單已經開始被嘎了 這絕對不是空盤 你不要以為外資在壓盤 外資壓盤是要低進 各位看到沒有 到了8月20號的時候 各位看到沒有 我跟你講說全部包牌了 全部包牌下來了 這就是你真正要看的節目 注意喔 上個禮拜五 8月20號 不是跟你講包牌而已 我直接跟你講這個了 下週嘎空大反彈 你說老師 這個標題夠了吧 我是寫在標題上面 我不是像很多節目說 今天我的節目是沒有標題的 不然就寫一個說 努力 奮鬥 這不是廢話嗎 有寫跟沒寫一樣 誰不努力誰不奮鬥啊 你就寫我不知道就好了吧 還不是一樣的答案 我跟你說 記得一件事情 碰到8月份的高點 這叫六口理論 碰到7月份高點 六口理論你要賣 這是買 這些後面都是印證了 我說警器是一樣的 警器是一樣的 當打下來是給你買 這叫六口理論 那麼這個人走在中間 狗會這樣上下上下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牽著一條繩子對不對 你牽著一條繩子 狗會這樣上下上下 如果你走錯邊就被狗咬啦 我想我這些全部都讓各位來做證明就好了 等一下我只跟各位講一件事 你覺得我對了 你就來參加 就這樣子 我也不勸誘 我也不取從 我也不會再跟你節目說 我的節目是暴力 是大傳 單骨鎖單 每天鎖一支 叫單骨鎖單 那一年鎖三百幾支 三百六七十支叫單骨鎖單 兩面被扒了一堆 今天也不敢說啦 8月17號就跟你講 融資殺夠了 8月19號在這裡跟你講 融資還是殺夠了 當融資的減幅 大過大盤的減幅 你看大盤跌10% 融資跌多少 跌12%了 有人殺過頭啦 果然散裝轉強 中小型電子股 這8月20號全面好轉 這是今天可以說是 後半年最佳買點之一 我的會員朋友沒有之一 你是我家族成員 我不用規避任何法律責任 法律責任一定要寫之一 法律責任一定要寫之一 我今天這裡叫做連環圖表 讓你看 看開心就好 我說你上個禮拜 每一天來參加 你都接到一檔散裝 散裝航運 不管你哪一天來參加 你一定接得到散裝航運 我就跟你講因為我包牌 我也跟你講得那麼明白 我說我將來什麼時候賣 你就不用管那麼多 因為航運股在低一點的時候 是起漲起跌 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的也是漲的對不對 起漲起跌 起漲起跌 起漲起跌你管他的 你又當我買一支航運股就好了 最大的優點是 你慢來的還是可以賺得到錢 但是未來航運股要怎麼當 樣才能夠真的把你的錢贏回來 或真的繼續大贏 你要懂得轉折啊 7月6號陽明出關 各位看到沒有 來 7月6號 我們把時間讓各位看個清清楚 7月6號在這裡 你不要說老師 這看起來好像沒有跌多少 這可是你的手中500萬的現金剩250萬 7月6號要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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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沒有 然後到了7月15號要放空 來 7月15號 你都不 你都還 你忘記我給你講 7月不是7月15 7月19號放空 7月19號放空 我還寫錯日期看到沒有 7月19號放空 放空 然後繼續往下跌 跌到這裡會有人告訴你說 哎呦 這個行情裡面你看 以前跟你講畫五坡畫上去的 後來跟你講說 哎呀這現在不確定一定要跌了 我說不對 其實本來這裡就要反彈了 我也告訴你說這裡長龍已經到底 結果沒想到從這裡到這裡 陽明限制交易啊 限制交易那沒辦法 那只好在原地在那邊晃晃晃晃晃晃 我說這不是 這叫做停船 我說你不用擔心對不對 盤理經文不用擔心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是不是又擋擋擋停板 又擋擋擋停板 八支跌停三支掌零 十一支 我只能跟你講一件事啊 找老師跟這個這張圖表一樣 95%是輸家 如果你現在沒有贏 你要看我節目就看今天了 注意哦 我說過如果是這樣一直掌 大盤如果這樣一直掌 你隨便參加誰都會賺錢 從這裡開始 第一個跟你講說 聯發科跌下來的是我 第二個跟你講海運股跌下來的是我 市場沒有轉折 轉折之後才知道誰是真正的贏家 沒有轉折 每個人聽起來都是鼓神 那麼就讓各位自己決定 如果各位要參加5%的贏家 請到指揮歡這邊來 今天我知道很多人都變成這樣子 那我不想在傷口上面撒鹽 我只跟各位講說 看不懂那請他多練習 那你可以先來我這邊 該反敗為勝的時候 你應該先來我來我這邊 這才是各位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而且我們又有股票要做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先行跟上來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價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運搭頭顧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第一支漲停板 分拌惚禮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 黃老師 當沖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在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價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漲停漲停 再漲停 運搭頭顧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第一支掌停板 分拌惚禮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車禍現場拍照 露營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 一併攝入 四 拍攝烹撞點 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陣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之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我再次詳細的幫大家解釋 那麼假如你不是我家族成員呢 那麼你一定要好好聽這些話 因為假如現在開始 我們今天講四百點 我們講個比較沒有輸贏的 這波行情假如反彈一千點上來的時候 你真的會請家蕩產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因為今天的低點 上個禮拜的低點 外資演了非常大的右空大戲 所以很多人已經被右空甚至殺低了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那麼在這一天的前一天 我只能這樣跟你解釋 在這一天的前一天呢 因為外資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他手上拿了一大堆空單 他不知道說政府當沖降稅 這麼快就說不會 不會給你降稅了 所以當天反彈四百點 他受不了這個空單的時候 他必須要賣出股票 把指數壓下去 然後各位看到沒有 這一天的時候 外資的賣差已經少很多了 甚至台積電來到了他想要的一個價位 我說台積電啊 這除非啊 這講出來不好聽啦 除非說台灣又一次嚴重疫情爆發 差點講阿公店 嚴重疫情爆發 不然的話 已經到了外資要買的價錢了 甚至呢 電子指數已經到了 年底最低錢的一個價格了 這是外資最喜歡的股票 因為外資不是跟你做中小型股票的 所以外資在這邊演了一場 上衝下襲的一個大戲 你看今天呢 全部買回來 全部買回來 你今天等一下去看外資 我敢跟你講 外資一定是狂買多少多少億啦 多少我們到時去看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知道說 原來外資是在洗盤 外資做了這麼大的一個洗盤的時候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先來告訴你這句話 台積電這是除了阿公店出事情的那個時候 除了台灣最大疫情的時候 那麼第二個低點了 已經沒有比550塊更低了 當天我是不是跟你講說540塊你自己看 我們以台積電作為標準 只有台積電在這塊區域跟這個下影線 下影線是513 這塊區域是540 這裡最低是551啊 這已經到台積電最低點的位置了 所以已經出現了 我們以外資的動作 所以外資現在開始進來 外資一進來後半年的最低人就出現了 那一紅一黑很可能是很磨人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有幾個重要特色 第一個昨天指數吐回去 第二個航運股 強勢電池都沒問題 第三個 那麼外資概念股拉回的幅度比較大 跌停板加速非常的少 各位看到嗎 禮拜我寫的 而且來跟你講說接下來呢 可能就要發生嚴重的一個 我跟你寫的很清楚 嚴重的軋空的情況 嚴重的軋空的情況 各位看到我昨天的標題 是不是在這裡我看一下 對對對 這是這十八號 沒關係一樣的道理 我一直跟你強調說不對 空單全貝咖 這絕對不是空盤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樣寫給你看了 連標題都寫給你 真的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寫這個啊 為了救你啊 看到沒有 是這張一樣 空單全貝咖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來來救你的啊 我說我無欲則剛啦 我現在告訴你啊 無欲則剛啦 我跟你講說 你看有些股票 通通跑去放空 你千萬不要去放空啊 放空它會漲 你知道沒有啊 你千萬不要去放空啊 放空它會創新高耶 各位啊 你越放空它越跌不下來 你不要以為人多就會下來 因為它正好遇到一個軋空的時間點 各位看到沒有 3707的漢雷 說鎖就鎖啦 說鎖就鎖啦 而且接下來的基本面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那麼多 甚至連高端我都沒時間跟你講了 高端我們今天早上賣一點點 但是後面還有機會 等一下我們有空再說了 真的沒空了 高端後面還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今天早上總統去打 接下來跟美國認證 所以跟美國認證的話還有機會喔 尤其是現在講起來 台灣只剩下這支疫苗 甚至日本韓國跟台灣 甚至東南亞加起來只有這支疫苗 是正式成功的 而且它本來就是美國的疫苗 所以原則上來說的話 假如能夠認證還會再上去 等一下我們再有空說好了 但是我認為當高端已經把疫情穩住了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想辦法跟我做電子股 我也直接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喔 台積電已經先穩了 你喜歡航運股的我會帶你做航運股 但是我認為接下來台灣的後半場裡面 電子股不但是不會少 甚至接下來的表現不會輸給航運股啊 各位去想想看 我今天怎麼忘記帶這麼多東西 因為太多股票漲停板了 各位去想想看 昨天郭台銘董事長回來了吧 郭台銘董事長去德國整天都在那邊 坐在BNT的門口啊 人家泡茶也會喝到口渴啊 泡茶也會喝到肚子痛啊 所以郭台銘董事長除了去BNT幫各位吹疫苗以外 就是去跟這些電子廠商說 欸有沒有這些電子股要讓我們做 跟台灣做 甚至呢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也通通跑到台灣跟這個東南亞 這個也跑到東南亞 那麼台灣他不太敢來 敢來可能中國大陸會跳起來 他可能在台灣附近跟台灣的人來聊天 基本上來講他希望汽車晶片趕快給美國 不然美國的汽車體驗受不了了 所以呢請你注意喔 你各位看一下 有些我真的來不及做也來不及講的 汽車電子股真的是大爆發 汽車電子股真的是大爆發 這個也是汽車電子股沒有錯吧 這個也是汽車電子股沒有錯吧 我是不是要把節目延長到一個小時 不過延長一個小時你要幫我出錢啊 欸這節目節目費很貴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知道嗎 我跟你講的連全世界都不想聽的 我說股票市場沒有你想聽不想聽啊 無欲則剛啊 無黨無派無欲則剛就會賺錢啊 你每天在想那些實在是白想的 你看這裡多少 209塊我叫你買對不對 後面還有好幾張 不管了直接先從這張講了 到後面的時候長了九支停板 那我今天就問各位一件事情了 中華民國最簡單賺錢的方法 中華民國政策要做疫苗 一直你先買到什麼 買到總統去打的讓你不知道嗎 各位看到沒有 六五四七 買到總統去打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利多可以先賣一趟 會員朋友沒有收到訊息來找我 我要做來回操作 但是各位喔 利多先賣一趟的時候 你要知道後面還有利多 所以這兩天假如你不要 你又要給我啦 你知道嗎 我敢跟你說今天又一堆人又來又來罵 我就跟你講說那些人 他不是來跟你講股票的嘛 那些人是在講說 講選舉的你聽他的幹什麼 如果有一天跟你講說 有人跟你講說 欸那個電子股不要買 台積電不要買喔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我當總統 那你聽不下去啊 那你怎麼會聽得下去 我是不是告訴你 國光疫苗也是這樣做出來的 也是用免疫橋接做出來的 那為什麼國光疫苗的時候可以打 你可以打國光疫苗不能打高端 那你為什麼不去打 我不要打國光疫苗 我要打國外的流感疫苗 叫做賽諾菲 所以我也沒有時間跟你多聊了 我只跟你講一件事了 來 要不要跟 來 要不要跟 我能夠在這個時候 告訴你說要大賺 要想辦法進場 你跟不跟 甚至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我能夠在這個時候 跟你講空單全被咬 注意喔 我講的股票明天一定有漲停 為什麼 因為這句話 所以你有空單了 對不起 我現在就只能跟你說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我們家族要 漲停 再漲停 因為你做錯方向了 股票市場裡面 如果 你在 7月6號的時候 講萬海你要做多 我就可以看到 我萬海放空 忘了把那張拿出來 我萬海放空 我要跟你講對不起 但是股票市場不是對不起可以講 但是股票市場不是對不起可以講 股票市場是 站在趨勢對的那邊 去贏趨勢錯的那邊的人的錢 我還是告訴你一句話 如果你的老師 舉一張股票當例子好了 如果你的老師 哇 這邊做多 然後這邊停損 然後又翻空 或者是 做多 停損 然後又翻空 那真的是錯了 你要想辦法自救 最好的方法 你來找我 我可以幫助你 能夠來回操作 能夠真的抓住趨勢方向 甚至抓到未來的趨勢 注意這些電子股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黃靜哲指揮官等您電話 好 創意題材 盡在運通 周周勤勇力 周周拼架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掌停掌停 再掌停 運搭頭股 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惠力 待進待出 短線保護長線 周周拼架差 專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 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在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情勇力 周周拼架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掌停掌停 再掌停 運搭頭股 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惠力 待進待出 短線保護長線 周周拼架差 專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隨時注意氣象包